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 我们继续讲收官技巧 今天的局面是一个大盘 是个整盘 因为局部的我们学了很多了 这样我们从今天开始 陆续摆一些全盘的官子 通过全盘的收官 具体体验一下一个官子的大小 在实战中 实际应用中 是如何来计算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整盘 这个整盘 木我就不给大家数了 黑旗现在大约是90来木 白旗也是90来木的样子 这是形式判断 大致是这样 但是说收官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官子的情况 那么官子一个是这个 现在轮白旗走 这个官子 就要把每一个官子要数清 大概是多少木 先来看这个官子 白旗走是走这儿 那黑旗走是点 那这个官子 可以看看 这是几个 这大概是几木 这个黑旗一点 就可以把白旗全吃掉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肯定有八木半 这样呢 因为充档完之后 这还有一点 八木半 就是八木半 二八一十六 十六木多 十六木半 一般上了十几木 十六七木的时候 半木也可以不算 一般说来 不是特别要求的话 半木不算 那就是十六 那黑旗大约吃了十六木 白旗一坐 一二三四 那这个是二十木的样子 二十木半 我们认为它二十木 这是这个官子 是常见的几个 我们一块呢 来分析一下 这块二十木 再来看这个官子 这眼见的 这个黑旗走 一二三四五六 吃六个 十二木 白旗走 白旗得四木 十二加四 这个官子呢 是十六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八个字 二八 这个官子是十六木 这个还比较好算 那接着呢 再来看 这个官子是常见的 常见的 二路打拔 如果说都没有斑斩的话 我们学过是六木 但是是在脚上 脚上是七木 那这个官子是七木 黑旗走 虎或者接 黑旗这个句 类之呢 经常虎 那白旗呢 就把它打完了立 这个官子是七木 因为呢 黑旗一虎 一二三四 得来四木 那白旗一打 一二三 得来三木 白旗就得来这三木 黑旗得来四木 一二三四 黑旗是 黑旗虎跟这个结果比较 黑旗四木 白旗三木 所以这个是七木 以后呢 随着水平提高 这就不用数了 知道这个是七木 然后这个是六木 很明显 这个黑旗吃俩 白旗吃一个 白旗吃黑旗俩 黑旗呢 吃白旗一个 这个是六木 那剩下的有几个地方 比较复杂的 复杂 好 再来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白旗走 有点 下这步 这步是妙手 点一步 点一步呢 下步黑旗如果接就可以一爬 可以把插的有个爬 这样它这的木数就比较小 不管它是接还是接或者打 这个木就比较小了 就打 这样呢 接 它打 接打接这就只有两木了 所以这有个点 点的话它不接 那就有尖 尖的话呢 白旗已经便宜一木了 白旗点 因为呢 将来呢 它这下打不着了 如果这下打着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七木 如果被点着一下 这个打反而损了 这步不打 因为打完之后 反而被白旗这多一个挡 挡住是先手了 挡住是先手 不然有个断 经济独立 在挡先手 你只有接住 这一二三四五六 只有六木 这样是六木 如果挡住 它一接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是七木 所以这个局部呢 这样差一木 所以一点一间 它也不走了 将来呢 它是接的这 反正也要补 补的这 一二三四五 它是六木 但是它可以冲着这下 你这个断没有 断它能打 但是它整个呢 它少了一木 所以白旗点 它如果尖 黑旗如果尖 那这是可以便宜一木的 尖可以便宜一木 但是这下呢 有点不着的风险 那实际得看 因为你点 白旗可以不理 白旗可以不理 不理呢 你如果爬 它团 但倒没事 你接它挡 这样呢 它是活的 你手这样呢 你就得 另外呢 白旗呢 还可能挤 这样就打结了 这就要看 结菜的情况如何了 那打 这是个打结活 这个打结呢 黑旗呢 黑旗呢 比较重 但白旗呢 也很重 因为走了一手 再打结 如果被它提了 提了 黑旗提完 连这个都能跑 所以这个结呢 也非常的大 这是这个点 能不能点着 这是个问题 如果点不着 那就来数 这个关子有几目 一点不理 那爬 接 接 挡 这是两目 如果一打 一二三四五六七目 黑旗插了五目 那这提先手 这个能不能爬着 要根据情况了 那这黑旗插了五目 白旗插了两目 大约插了三目 白旗呢 一共少了三目 那这个关子呢 从关子角度呢 看来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很大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提 八 那黑旗插了六目 白旗 黑旗插了六目 白旗呢 大概插了一目 两目 三目 六加三 从关子说来 这个是九目 大约后手九目点 如果说 当然这个前提是 如果白旗不敢打斜的话 便宜这一目呢 看来很费劲 便宜这一目 这是这有个点 这是有几个要注意的 那另外呢 我们来观察这个位置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顶是先手 你得挡住 那将来呢 这地方呢 反正你挖斩 也是后手 挖斩 你打一阶 一二三 这个关子呢 挖阶是三目 那黑旗挖阶 自己长两目 他少一目 那么这个旗呢 但是白黑旗在这地方呢 有不妙手 可以先挤一个 先挤一个 看你走哪 你现在如果打车 那他再顶 你挡住 现在呢 你呢 黑旗走是一样 那如果白旗走 如果白旗走完 黑旗呢 这就多个打 你提了等于这样的旗 黑旗一挤 或者说黑旗走这 你硬了一步 这地方白插了一目 挤着一个吗 那等于黑旗一打 你提了 这地方呢 就差了一目了 白插一目 但是这个呢 是说 如果说是黑白旗走 黑旗走呢 是一样的 挤完的黑旗走是一样的 黑旗无非呢 挖沾完 铺完了打你接 也是扑得着的 所以这个是一样 这个一挤呢 可能是插出来一目 要根据情况 但是说呢 实际上的时候 你也要看着 这些挤呢 虽然挤着了 这些挤 虽然挤着了 但是挤着之后呢 这儿它有个 你顶这一步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顶不着了 因为你这时候再拐的时候 你就看着 这两步交换了 损了 这是实际的时候要判断 这个还比较复杂 实际判断我这下要不要挤 挤呢 实际上呢 白旗走差了一目 黑旗走呢 没差 所以挤一下便宜半目 这个便宜了半目 但是导致了这个顶不着 所以实际呢 还要权衡这个关系 但是这个旗呢 是非常的细 经常的就在半目左右摇摆 这样你实际中呢 就要判断呢 这步怎么样 或者你走完之后 这步顶能不能来得及 挤这步呢 你可以看着 它是不能接的 它接这个呢 你就 这儿可以一个扳 这儿可以扳 这时候就能扳了 它不能断 断的话 你如果打 打这边 打这头了 它接呢 就一退 你打接这样 一二三七对两七 这样白旗死了 所以挤它接扳 那它只有从这儿扳 那这儿呢 便宜了 这时候的接呢 你挡住 那这儿打完 这个结果呢 黑旗便宜了 黑旗站的多冲 多冲进来两目 所以你挤 它肯定是打 你便宜了半目 但代价呢 就可能你这步顶不着了 那实战中目 再来判断 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办 这是呢 这几个关子 再来看呢 这个关子 这个关子呢 也有一些关系 那么冲 挡 斑 斑 斑很大 以后冲完了斑 还有一个难算的地方 这个关子的难点呢 就是实际上 这儿怎么办 现在呢 黑旗斑 从一般说来 黑旗斑 那白旗呢 要补 白旗要补 不然的话 这一打 一打一打 这接了也没用 它打完了 从这儿打 你尝它吃 你尝它从这儿吃 所以这是有旗的 那白旗斑 咱玩呢 也有旗 那这步斑 有多大 因为呢 你斑 白旗也不理 那白旗斑呢 黑旗也不理 一般呢 就先算 那双方都不理 来看这个关子呢 有多大 那白旗斑 黑旗斑 那白旗不理 那这步跳呢 基本上 算它理了 跳它就硬一个 因为再跑呢 也爬退 我们先这样算 好 一弯一接 一冲一挡 拐打是先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就是黑旗一斑 白旗呢 跟它斑斩 比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一共差了九木 这边能冲招一个 那就是下成了这个样子 将来呢 黑旗呢 可以冲这个 但是白旗呢 可以打这个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白旗一共差了九木 白旗一共差九木 这两个结果 那就是黑旗一斑 白旗少了九木 这时候我们再看 白旗一斑 黑旗差了几木 黑旗差了几木 这时候你就要算清 它如果打 接 接 如果黑旗走 这个算它顶着 黑旗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十二十三 黑旗走有十三木 当然不能算黑旗走 这要算白旗走 那白旗半就尖住 白旗半呢 就尖住 那就成这个样子 那么下边呢 关键的一步就在这 下边如果白旗继续走 那它又画了一首旗了 又画一首旗 它还有五木 如果不画这首旗 被一打 那就什么木都没了 所以搬完了 还得长 大约是这样 这样呢 一挤一揭一重揭 这大概一二三四五 这就是五木 那这时候就知道 如果黑旗走 是十三木 白旗走 它是五木 那就是五木可以走的 十三减五 还有八 把那个八木除二等于是四 那就是四木 那黑旗现在呢 这一带呢 一共有九木 这点呢 要比较好的理解 就是说现在白旗一般 黑旗这一带呢 是只有九 就是有九木旗 来源就是黑旗打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一十二十三 十四三木 那白旗走呢 就是半 白旗走 半 坚长 那这样 它这里边呢 是只有五木了 这个收得还行 因为挤完 这个都算它冲着了 这是只有五木 那黑旗五木是肯定有的 那就是五木 十三到零五木呢 还有八木 还差八木 那八木呢 有可能黑旗走 有可能白旗走 所以把那八木呢 要除二 这样呢 五木 除二呢 是四木 那黑旗的五木 加上四木 那就是这一带呢 黑旗呢 有九木 这是你收官 你大概呢 如果不愿意这样数 你可以大概估计估计 黑旗打完 那有十三木 白旗一走 它还有五木 所以在这个之间 那也就是九木的样子 这边九木 当然和这个顶 有一点点小关系 如果白旗走着 那黑旗就不见得顶 这个因为顶完了 有个冲 这白旗藏完呢 还要冲 有一点关系 那么九 黑旗一般 这是我们来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三十 十五 黑旗一般是十五木 那白旗一般 它是九木 那是黑旗差了六木 黑旗差了六木 那白旗呢 一共差 黑旗差了六木 白旗呢 白旗是差了九木 六木加九木 这个关子呢 从关子说来是十五木 那这个十五木 这个十六木 这是说大致的数木的情况 然后这个呢 也数了 这个也数了 把这几个木数呢 先数清 我们呢 接下来呢 再来看呢 它们之间十五木 这个十五木跟十六木 分别收哪个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研究关子 我们刚才呢 把这个关子的木数呢 大约的判了判 判断了判断 这个是二十木 这个是二八 这个是十六木 那这个一般数了 刚才数了十五木 那这个七木 那这个是六木 这个呢 是冲完了一般 这个是三木的样子 这个一点 这个是九木 如果不敢打结 那就是九木 这有几 敢不敢打这个结 这是九木 那是对白棋 不知道敢不敢打这个结 黑棋这有一些结 看来这是九木 敢不敢打 这是整个关子的情况 下面呢 我们来开始收 来看看具体收关 那跟我们判断的有些什么差别 先来 这个二十木 看来是最大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先手 走不着 先走二十木 二十木最大 那么黑棋 我们数了 这个十五木 大约 这个十六木 那黑棋提这一步 这个大 十六木 黑棋提了这个十六木 那白棋斑 这个是十五木 那黑棋呢 接着呢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打 现在呢 这个是九木 一个是打这步 一个 这个是七木 这九木跟七木 这个看来呢 被他一打 这个是九木 六七八九 这个打的呢 他有点痛心 因为呢 黑棋打这步呢 现在明显的最大了 白棋接住 这地方就亏了一木 不接他提了 你还得弯 开给他一斑 你还得接到这儿去 这样呢 那接到这儿 有没有木呢 还是个大问题 所以呢 这地方是九木 一打 那么白棋 这时候呢 就要判断形式 还要准确的判断清楚 现在这个棋是形式好啊 形式不好啊 这棋究竟 能不能点进去 有一些看看呢 有结材怎么样 敢不敢点进去 这是个问题 这也敢不敢点 点呢 那黑棋呢 经常也弄不清 这地方呢 要不要走 黑棋如果点着这下 我们先看点 他如果硬 现在这个木树 他提的这个打结 那黑棋呢 应该是可以赢的 黑棋这儿有结 黑棋这儿有结 如果这几个没有 这几个没有 成了这个样子 那这下的白棋呢 肯定是能点着 可是他现在是这样 他能不能点着 这个局面呢 是比较混乱的 那黑棋 尖 如果硬了 那白棋 就斑 这一点 这一木呢 白棋要通过实战 来数清楚 这一带的风险 敢不敢冒 如果黑棋也是 来判断清楚 他这时候他斑 我们先看这样 这时候他斑 现在黑棋面临的 这个是七木 这个是六木 那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呢 也算不清楚 究竟是该顶了好 究竟是该顶了好 还是说该挤了好 挤了呢 肯定就顶不着了 挤了顶不着了 挤你再顶了 他就不理了 但是挤呢 只便宜了半木 挤只是便宜了半木 我们再来看 现在的情况 这个挡住多大 挡住的关子有多大 如果挡完了一阶 就算你顶着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三木 给他一搬 刚才数了五木 五三五这个是八木 所以这个呢 比这个大一点 但是呢 这个和顶呢 有一点关系 所以这个呢 比这个大一点 所以现在他搬了 黑棋呢 就会来硬这个 现在黑棋比较困惑的 就是这步要不要顶 最不要变 这个顶呢 如果是白棋顶 那就是逆收一木 两木三木 跟你顶着 这是逆收三木的情况 你看一木两木三木 白棋 黑棋顶是先手 这儿差两木 这儿差一木 这是个逆收三木 一般说来呢 还有六木的时候 就不用太担心 他逆收三木 逆收三木大约等于是六木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呢 黑棋不用担心 先打八木 打住 这个硬 那等于呢 就被他搬着了 先把这个走了 这有七木 有七木 有六木 但是五四呀 这些木数 所有的木数呢 全都没有 所有的全都没有 如果他这个没走着 那他就很可能是收这个 因为他收这一步 我们来看 他收这个 他得来三木 那白棋收这个 黑棋收这个 那就你就要判断 这个回合 这是便宜的三木 这个回合差了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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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还轮白棋走 白棋冲挡 那白棋走三木 黑棋走三木 那现在的逆收呢 就便宜了 那就剩下一 打完了 剩下两木了 那这个回合便宜了 因为呢 他一个回合差一木 为什么这个 逆收三木等于六木呢 大约就是一个回合差三木 比如我收六 你收五 我收四 你收三 我收二 你收一 一个回合呢 差一木 这样正好差回来三木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一个七 一个六 差了一木 然后呢 两个三 这还没差 这个挖栅是三木 这个冲挡 这个也是三木 这两个是一样 这两个一样呢 一共就这儿 这个三木 跟这个三木底了 这个跟这个回合走了 这些呢 其他的就没了 其他就差不多 所以现在呢 一定是这个大 现在是一定是这个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还不能走这一步 他不能挡 通过这几个分析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时候呢 一定要 黑青呢 一定要走掉 把这个三木走掉 这就是说呢 实战中呢 实战呢 跟这个理论呢 跟实践呢 不太一样的地方 虽然理论上 我们说 这个呢 逆收三木 约等于六木 但是现在呢 它是大 现在是有七木 它都不走 它要把它走掉 它得走掉 要不走的话 白旗等于有七木 都不走 来走这个逆收三木 所以现在黑旗 黑旗比较困惑的 要不要挤 但是你挤完 如果是想拖先 就把它挤了 挤完之后再打 挤 但挤完之后 那它就不来走这个了 它就不来收这个了 挤完之后 这时候呢 它呢 就来走 它打七木 白旗打七木 下面呢 一个六木 这个呢 一冲 那一二三四五 也是六木 这两个六 这两木建合了 那反正你走 这个 他走 这个 你走 这个 他走 这个 这俩呢 就差不多 就一样 因为呢 你现在走这个 你如果走这个 它提了 你还得冲 这样一共呢 大约破了它 这木本来也没有 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但是花了两手 八木 它这儿一个六木 那它接着呢 它这儿还有 这冲完了 再一搬 这是个三木 这是个三木 六木三木 它也走了六木加三木 它也走了九木 所以这样呢 它这个呢 只走了八木 这样并不便宜 并不便宜 所以这下挤呢 有的时候看的是妙手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呢 并不便宜 不能这么收 所以它正确的下板 应该是先顶 下部这部大了 一冲挡不住了 这部现在大了 这一冲 你只有虎了 这一冲一冲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逆手就太大了 所以这个它只有挡住 你这时候再打 接 接手了八木 这就比较简单了 那白棋打七木 白棋走了七木 那黑棋走六木 这部最大 黑棋走了六木 那白棋呢 那白棋呢 这两个剑合 这个是三木 跟这个三木 白棋走哪个都一样 那白棋走了这个 白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那黑棋呢 就挡这个 黑棋挡这个 那剩下的关子呢 就没有什么了 黑棋挡这个呢 白棋剩下就是两木了 白棋搬两木 白棋搬三 黑棋充挡 还能 黑棋呢 还能收着最后一个逆收 那冲它挡 黑棋它可以打掉 这个 冲它挡 立它团 这个它是有机会打着的 全盘呢 下传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我们数了一下呢 这个结果呢 是盘米尔九木 盘米尔九木 九木棋 这个棋盘米尔九木 黑棋引一点点 这是这个收法 这个收法九木 不要贪这个 挤这个便宜半木 这个便宜半木呢 弄得这个顶不着 这个不能走 不要走这个 这个 这一代的要点呢 就是先走 走了十六木 不要去算这个 这个实际上呢 是逆收 因为它搬斩了 马上就收了 实际上是逆收九十十一 逆收十一木 逆收十一木 等于二十 约等于二十二木 那你这个就不能这么算了 现在呢 实际上这个呢 只有十六木 这个是十六木呢 这个是逆收九 这个十一木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它黑棋呢 还是把这个提了 黑棋把这个提掉了 这样黑棋呢 赢一点 赢一点 我就不给大家数了 不给大家数 这样赢一点 我们来换一个收法会怎么样 换一个收法呢 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动 这个不走 这个不走 那白棋做活这个是肯定的 那白棋把这个做活了 还是白棋活的这个 那黑棋搬 这步也很大 实战中的很难 算这么清楚 白棋搬这个 那黑棋把这个 白棋把这个提了 那黑棋跳 那现在白棋点一点变化没有了 因为他这一打一打 这夺出来两个结材 那他就坚住 然后他把这个弯了 看来这个是最大了 弯了跳 弯了把这个跳 跳了爬了退 那黑棋呢 这个还是挤不着 这个挤完就顶不着 顶完挤不着 那黑棋就顶 走这个 顶它挡住 那黑棋呢 走了这个 那白棋把这个提了 这个是六木 那成这个棺子 白棋 把这个六木提了 是这样的收棋 那这样的收完呢 收到最后呢 数了一下 我收完的 我收完的 给大家数了一下 把这个收完 那数 这个关键呢 就是白棋呢 最终呢 可以泡住 白棋呢 最终泡住这个结 这结呢 稍微多一点 这个棋的白棋 黑棋呢 反而呢 盘面只有七木 插出来两木 你就这个跟这个呢 是插出来两木的 这是实战的情况 那些实战就是呢 这个情况 这样插出来两木 那重担呢 就看出来 这个棺子 那么这么几个要点 一个是说要熟悉 熟悉这个鼠木的方法 鼠木的方法 不要呢 不要呢 单纯的呢 脱离了 实战的是不大一样 比如说这个半战 九十十一 逆收十一木 逆收十一木呢 从实战的看来呢 还不如这个后手十六木大 还不如后手十六木大 所以呢 一般说来 这个逆收成二 看来呢 还是很多时候 尤其这木数大的时候 那还是小心 经常呢 它是达不了二 像现在呢 纵然有十六木 它都去走了 而不走这个十一木 这实战中呢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今天这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